香港動靜物公園累計已經死了九隻猴子 說是猴子,當然不是猴子山的常見品種 我不是說常見的不是生命不重要 住在動靜物公園都是比較特別、比較稀有的品種 當中有三隻更加被評為極危的物種 但哪隻打哪隻,哪種打哪種呢? 稍後跟大家慢慢說 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耶魯閒 我是Raymond 我自問不是特別愛養動物的人 但我真的很喜歡欣賞大自然的美麗動物和植物 所以當聽到動靜物公園一天之內死了八隻猴子 過兩天死第九隻的時候 其實也覺得挺可惜 而且也有點擔心會不會有什麼病毒和大件事發生 所以也特別留意這宗新聞 究竟這次是什麼事件呢?我們一起看看吧 香港動靜物公園累計已經有九隻猴子死亡 當中有八隻死於10月13日 將會解剖化驗動物的屍體了解死因 動靜物公園也由10月14日起暫停開放園裡的暴雨類動物區 以進行全面消毒和清潔工作 公園裡的暴雨類動物區也已經用膠帶圍風 但仍然可以看到猴子等暴雨類動物在籠裡生活著 據刊文書表示 死亡的動物包括一隻八田長尾喉 一隻蟲鼠喉 三隻被評為極危物種的棉頂湧喉 以及四隻八面真面喉 最新死的都是這隻八面真面喉 在這段期間公園裡其他設施會如常開放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 要圍堵問題、適當管控和盡快查名猴子的死因 先和大家討論這隻八田長尾喉 八田長尾喉是食種子、果實、葉花、菌類植物 就是菇、昆蟲、蜘蛛和小小的爬蟲類 都是食物 八田長尾喉分佈在非洲中部和東部 特徵是前額有一條白邊的橙色帶 下額會長滿藍白色的毛 還有大腿有一條白色的條紋延伸到屯部 紅聖的八田長尾喉體型比較大 陰狼是呈藍色的 八田長尾喉主要是日間活動 屬於綠妻和樹妻的單配制動物 每群的八田長尾喉通常是由一公一拿 和子女組成的一個家庭為之單位 他們會以妥疫和氣味標示領域 並且會發出深沉響亮的叫聲 和做出多種面部表情和動作 來溝通和做為一個警告的用途 八田長尾喉通常每胎只會生一隻猴子 上胞胎的機會其實是非常之少 和八田長尾喉一樣 暫時都只是死了一隻的 就是蟲鼠喉 蟲鼠喉是一種雜食性動物 主要食糧包括昆蟲、鳥蛋、水果、堅果、花朵、種子 甚至乎花蜜都是他們的食物 主要是來自南美洲 體型比較細小、動作靈敏 喜歡日間活動屬於樹妻性動物 但偶爾都會爬到羽林底部去尋找昆蟲或水果等食物 他們喜歡結群聚居 每群有10隻至30隻不等 並且能夠發出多種不同的聲音 以便與同伴溝通和向他們發出警告 癡性的蟲鼠喉每胎都是生一隻猴子 幼猴出生後馬上會爬樹 並且會由母猴全力照顧 接下來要介紹就是棉頂湧喉 這種棉頂湧喉已經被評為極危物種 暫時在這個事件中三隻死了 希望不要再增加這個數目 其實任何分鐘都不希望再有死亡的數字增加 這種棉頂湧喉分佈的地區 就是哥斯達尼加至哥倫比亞西北部 他們是食果實、花蜜、蛙類、蜘蛛和蜥蜴等爬蟲類 他們的雜星就是咒行性的樹妻動物 喜歡群居,一個族群可以多達12個成員 砌食於圓森林和刺森林都有機會找到的蹤影 至於最後一個品種就是白面真面猴 他們暫時死了4隻 他們分佈的地區包括有巴西、發屬、歸雅拿、基亞納、蘇利南、委內瑞拉 他們是食果實、蜜糖、花朵和小動物 他們的雜星就是樹妻類日間活動 最特別的是他們過著一夫一妻制 以家庭為單位的小群體生活 極為靈活 可以在相距十米的樹枝之間飛來飛去 即是飛來飛去 在原產地一般會叫做飛猴 雌雄兩性的模式有明顯的差異 剛才的照片也看到很清楚 在靈長類動物來說 這種明顯的兩種性別不同式的現象 其實是極為少見的 真是非常粗疏、很簡單介紹了動靜物公園 今次死了的9隻猴子裡的4個品種 其實我就… 我講一下我和動靜物公園 其實我印象中我在疫情前去過一次 為什麼我會去呢? 就是我應該要去堅島的名外教堂 但我不認識路還沒去過 我在找路的時候就知道原來動靜物公園在附近 去完那個教堂就順便去動靜物公園走一圈 但是除了幾年前去過一次之外 我再回想對上一次已經是我小學的時候去動靜物公園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動靜物公園都是他們小學回憶的其中一部分 但是你想一下 我幾年前去過一次 對上已經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小學了 其實動靜物公園裡面有這麼多不同品種的動物 有這麼多這麼漂亮的植物 原來我們一直都沒有看 一直都沒有留意 沒有理會它 其實雖然我說我幾年前去過動靜物公園 但是我印象中只有最大隻那些婆羅洲星星而已 這次死的那些什麼八田牆壁喉 蟲鼠喉 其實我不深印象 但是當這次事件一出現的時候 我又覺得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在這裡總共大家說 與其大家覺得可惜 那不如趁無論是人也好 事也好 物也好 地方也好 什麼也好 趁他在這裡的時候 趁自己有時間 多點去看看 多點去接觸一下 多點去探一下 多點跟別人聊天 好過真的突如其來發生了事 真的不見了 真的消失了的時候 我們才來說可惜 看到這次事件已經知道 是可以很化學的 是可以很突然的 大家完全沒有留意的情況下 根本就不知有這麼多品種的猴子 根本就不知哪隻打哪隻 可以突然之間沒有了幾隻 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我們眼前美好的事物 好了 現在想跟大家聊天 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分享我們的頻道 不過 雖然呼籲大家有時間去動靜物公園看看 不過我覺得暫時還是不要去為妙了 即是解剖了 知道死因 知道發生什麼事 以政府公佈安全才去動靜物公園 記得幫我讚好留言分享我們的頻道 拜拜